美國一樣逼韓國要讓那個 萊克多巴胺的美國牛肉進口 你知道韓國人幹了什麼事嗎 號召民眾在首爾上街抗議 有多少人你知道嗎 五十萬 我跟你講我從這裡看到 韓國人的民族性 那韓國就說跟美國講 我們要重談美國牛肉進口 他跟美國順勢要了一個東西 這個小貨車出口到美國 你要給我減稅 人家韓國政府是這樣做事的 你蔡英文讓萊克多巴胺的 美國豬肉進口你有做任何事嗎 全面投降 我跟你講你多讀一點 知道別的國家怎麼去因應美國的壓力 你就會知道民進黨這個政府是 無能一面倒 對地向美國投降 到了什麼程度啦 Justin我說亮哥啊 台廠要去哪邊設廠 是台灣人決定的嗎 幾乎都是跟客戶需求走 怎麼你好像在看台廠笑話一樣 我跟你講不是恰他們笑話啦 我是說政府應該要幫他們爭取條件 我們台廠如果要去哪邊設廠 那是客戶決定的嗎 你認為美國的客戶是這樣決定嗎 不是啊 是政府搞的啦 我跟你講我們台灣的廠 去美國製造成本會增加耶 美國的客戶買也會變貴耶 劉德英就是這樣講啊 因為美國的員工的薪水高嘛 環境要求很多條件都比我們高嘛 所以你到美國設廠的結果東西就是變貴嘛 在台灣生產喔 這個運費都是用飛機啊 可是台灣的相對的成本都低嘛 而且製造的效能搞不好比美國更好之類的啦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市場邏輯決定的啦 這個是政治邏輯決定的啦 就是地緣政治決定的啦 那既然是政治因素決定的 政府當然要表態啊 要講大實話啊 比如說我們講韓國好不好 韓國政府就幫三星講話啊 說三星如果完全按照美國的意思 放棄在中國的設廠 那三星在中國的投資你知道有多大嗎 三星在中國的投資累加到現在 大概有1000億美金啊 那韓國政府就幫他算一筆帳啊 說這樣他會虧多少錢啊 就是這樣啊 我們的政府應該要做這種事啊 可是我們的政府好像是美國政府一樣啊 你看現在郭智慧在幹嘛 郭智慧還飛到日本熊本 在幫日本招商耶 你這樣是代表台灣的經濟部長嗎 我的用意在這裡啊 就是人家韓國 韓國政府努力在幫 三星 在幫LG爭取權益 你台灣政府 反而站在美國的立場 站在日本的立場在幫他招商耶 我再舉一個例子啊 台積電跟三星 大概是同一個時間去美國的啦 台積電去亞利桑那的鳳凰城啊 三星去德州 結果就是三星啊 跟韓國政府在那邊扭捏啊 你知道三星後來要到什麼嗎 三星他有一個生物科技啊 他要到了美國的莫德納的代工生產啊 就是這樣啊 這樣叫做談判啊 哪有像你這樣就先跪在地上啊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啊 告訴你韓國的做法啦 美國一樣逼韓國要讓那個萊克多巴胺的 美國牛肉進口啊 因為韓國人愛吃牛肉啊 韓國人吃的牛肉是豬肉的七倍 跟我們台灣倒過來 我們台灣吃的豬肉是吃牛肉的七倍 倒過來的 所以萊克多巴胺的美能要進韓國啊 對韓國衝擊之大啊 衝擊很大啊 你知道韓國人幹了什麼事嗎 韓國人就所有的政黨啊 號召民眾在首爾啊 上街抗議 有多少人你知道嗎 五十萬人上街頭 五十萬啊 五十萬人上街頭 然後在所有賣美國牛肉的店門口 站鋼 你知道站鋼多久嗎 站了一年 他開始派組織啊 我跟你講我從這裡看到韓國人的民族性啊 他派人輪流啊 在美國牛肉的店的面前站鋼 支持韓國牛肉不吃美國 萊克多巴胺牛肉就這樣啊 給你搞了一年啊 那韓國啊 後來那個總理下台啊 總理因為這樣下台啊 那韓國就說跟美國講啊 我們要重談美國牛肉進口 韓國就跟美國重談啊 那就修改了一些條件 而且不只這樣啊 他跟美國順勢要了一個東西啊 說韓國那個pick up 那個小貨車啊 出口到美國啊 你要給我減稅 你要給我減稅啊 然後那個公司 因為減稅會賺到錢嘛 那你那個錢啊 要捐出一部分 讓國家當作這個什麼 萊克多巴胺的什麼宣導基金啊 你知道吧 人家韓國政府是這樣做事的耶 你蔡英文是怎麼做事的啊 你蔡英文讓 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進口 你有做任何事嗎 全面投降 就這樣啊 我跟你講你多讀一點 知道別的國家怎麼去因應美國的壓力 你就會知道民進黨這個政府是 無能一面倒 跪地向美國投降 到了什麼程度啦 就是這樣啦 我就是在跟你這樣來舉例 你用韓國來做比較你就知道了啦 Darren Lee 烏克蘭的哥讓林土求和會不會 成為全球對未來勾結域外勢力造成區域緊張 並在國內使納粹行為最明確的失敗先例 當然是 當然是 那 坦白講跟這個情況最像的就是台灣啦 因為台灣現在正在搞 到處都在貼標籤嘛 中共同路人啊 然後 反正都在搞那個統獨啊 然後就說你這個不愛台灣啊 什麼什麼都在搞這些嘛 這些都是當年納粹搞過的行為啦 就這樣啊 這個當然是給台灣很大的教訓啦 因為烏克蘭未來的日子是很慘的啦 非常淒慘 你去想一想 一個本來有4200萬人口的國家 現在 留在 這個殘餘 國土裡面的人口 只剩2700萬 然後 有全球化能力 知識教育比較高的人 所得比較高的人 全部都外移了 幾乎都跑去歐洲 他們也不會回來了 然後你工業最發達的頓巴斯 全部被占領 你看有多慘啊 這個我覺得未來 要重建成為一個 起碼的一個國家的樣子 我看至少要花10年以上的時間啊 真的很慘啊 很慘啊 這個梅克爾最近剛出了一本書嘛 他的自己的自傳 叫Freedom 自由 你可以去看他 這個烏克蘭那段日子嘛 他就講大實話嘛 他阻止了 4個月失敗 沒有辦法 他反對的 誰只是堅持 誰堅持 要讓烏克蘭加入北約 就是小布希 還有 折倫斯基 就小布希幹的啦 就這樣啊 美克爾阻止了4個月 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同意 就美國硬幹的 就這樣啊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